Currency 在這個遊戲跟其他遊戲有少少不同 其他遊戲的Currency 多數都是用來買東西 這遊戲的Currency是可以用來對你的裝備有改變 或者對其他東西有改變 在Epilogue 跟Alani說的 有小部分Currency可以買 最常買就是這個Orb of Fusing 用Jewelus Orb 4個買一個 在開始之前 我會建議大家進去 Options 裡面 UI 看到最低 然後就開這個叫Advanced Mode Description 這個有什麼用呢? 正常情況下你指著一件裝置 按住Aternic 它就只會顯示Item Level 當你開啟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哪一項是屬於Prefix、Subfix 或者是Unicit 它那個Tier是多少 或者是Rank是多少 如果是Graph的話 這樣就看多很多資訊 也都不建議你在任何時候需要關掉它 好了 那就開啟了 這次會講的就是Currency Stash 這個版本Cursing Stash 裡面有的Currency 這一堆就是Core的Currency 那有些Currency 我沒有一家會用其他方法去展示給你看 然後有些Currency 你會看到好像這個 寫著Shard 或者我現在沒有 Wisdom Scroll的Fragment Shard和Fragment 自己是沒有用的 它是要儲齊它上面所寫的Stack Size 它就會變成上面這個完整的Currency 這樣才有用的 從最基本的開始 Scroll of Wisdom Scroll of Wisdom 就是用來鑑東西的 有時候你打了一些儲存出來 是不認識的 所有Currency都是 右按鈴鐺 然後右按鈴鐺 就可以用下去 當然你也可以右按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 然後再右按鈴鐺 按鈴鐺 它就會好像在用的 那你就可以一次過用幾個 下一個就是Portal Scroll Portal Scroll 在你城外面的時候 用的就會開一個Portal 等你回到城裡 如果你有Map的話 開一個Portal 它就會回到你的Hidele 當你打到Portal 這顆GEM的時候 你就可以完全不需要 再去Portal Scroll 它的功用是完全取締 當你安裝Portal的時候 這樣你就會多了這個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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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五個 都是Quality的Item 它會打到不同的Rarity 裡面有不同的增幅 如果你打到白裝或Normal 就加5% 藍裝或Magic 就2% Rare Unique 即是 那 正常情況下 用這些Currency 最多只能加到20% 那這兩件都是黃裝 兩件都是Rare裝 你會看到 我用一次這個 你會看到它最頂的Quality 就加了 Quality 對武器的影響 就不是直接 加1% 如果你有其他 如果你有其他 Elemental的影響 是不會受影響的 防裝 就是影響它最頂的 Either Energy Armor 或Evasion 也是加1% 那它這個 加1% 在防裝裡面 就是直接加到下面 你會看到 第3項 寫著54% Increase Energy 它就是 如果現在2% 這樣就變成 Total 56% Increase Energy 然後第3項 就是 用到Flask 用到Flask 就會直接加上 Lask 即是Duration 每一個Flask 都是加Duration 每1% 到1% 接著呢 就到Gem Cutter Gem Cutter 就是 幫你的Gem 打Quality 好像這顆Gem為例 就是8% 那如果用一顆 就會變9% 因為Gem沒有Rarity 所以每一顆 只能加1% 但是當你一顆Gem 去到20% 其實你可以 賣給NPC Code Penetration 然後它就會 由Code Penetration 1Lv 多少Quality 都好 20Lv maxLv 變成1Lv 20Quality 的Gem 這樣就可以 節省你19顆 但是你要重新升 但是升那顆 其實不需要很久 所以我通常都會這樣做 然後最後這個呢 就是Catographs Catographs Chisel 通常就叫做Chisel 就幫Dim Map 打Quality 這樣 這樣 打一個 你就看到白色的 就變成5% 這樣 下面這一學呢 第一句Orb of Transmution 就是把白裝變成蠟裝 就是這樣 然後下一個呢 就是Reforge a Magic Item Orb of Alternation 就是Reforge a Magic Item 就是重新洗過藍色的裝 有時候呢 就會有一行 幸好的話 就有兩行 Suffix和Prefix 加上兩行 藍裝最多只能夠一個Prefix 和一個Suffix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到了這個Anonement 它呢 就是隨機 洗走一行 Prefix 或者Suffix 的 例如這個為例 現在有四行 兩個Prefix 兩個Suffix 用了一個 然後就得回 一個Prefix 兩個Suffix 然後就洗走一個Prefix 下一個呢 就是Orb of Transmution 把白色的裝 隨機變成藍 黃 或者專棋 好像這個就變成藍色 這個也是藍色 然後就到了Exode Orb 這個是第二常用的貨幣 如果和玩家交易的話 它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Slam一行 在金裝那裡Slam一行 Prefix 或者Suffix Depend上它有什麼值 那好像這件裝那樣 Prefix有三個 Suffix有兩個 如果我用Exode Slam 就一定會加多 一行Suffix 因為Prefix已經換了 在這裡做一個示範 那它就多了一行Suffix 這一格我沒有的呢 就是Mirror Mirror是什麼呢 你會看到它可以複製一件 假設我覺得這隻手套 我現在有的這隻手套 非常好 然後我用Mirror 它就會複製多一件Mirror 複製多一件Item 然後下面寫著Mirror 那就代表那件是複製品 不可以改變的 然後呢 就到了Regal Orb Regal Orb 就是把藍色的東西 變成金色 好像這樣 它就加多了一行 就變成金色 Chaos Orb 就是在交易上最常用的Currency 通常呢 百多顆Chaos 就等於一個Exode 這樣就Depend上市場價格 每個技能都不同 每個技能都不同 那Chaos Orb的用途呢 就是把一件金裝 重新洗過所有能力 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Blessed Orb呢 就是把一件裝的Implicit 重新Roll過去 重新洗過去 例如這件裝的Implicit 是26-30% 現在只有27% 我覺得不夠高 我可以用它 然後 又有機會提高 又有機會提高 因為在Range中 重新洗過 現在就變成29% 下一個呢 就是Argumentation 這樣它就是 將一件 藍裝 如果只有一項 好像這個 這樣 就可以加多一項 給它 那這個就是 Argumentation的用法 Define Orb 就跟上面的 Blessed Orb 但是Blessed Orb 就只會影響 Implicit Defined Orb 就會影響下面的 所有Prefix 和Suffix 在它 顯示的Range 裡面 重新Roll 那個Value 它是不會轉Tier 就是我現在最頂級的 Tier 11 我用了它 它也是 依然是Tier 11 但是Number 就會有所改變 就是這樣 Define Orb 就是幫一件 裝 重新Roll 它有的Socket Define Orb Define Orb 那 可能是3個是最準 4個是最準 或者 6個是最準 Define Orb Define Orb 可以Roll到多少個Socket 和Item 的Item Level 當你按下Tonic 它就會顯示Item Level 是直接有關係的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想 如果你想 可以Roll到4個Socket 的話 至少Item Level 要25 5個是35 6個是50 所以你交易的時候 也要留意清楚 那個Item Level 是否過了50 才好 如果你想Roll到6個Socket 然後就到 Orbot Fusing Orbot Fusing 就是 把你有的裝 去 沒有連 的話 我就用來連 而 做一個連 我首先 拿Orbot Fusing 例如這件裝 我是想要 它 那個Fusing 這樣我就 滾下去 你看到4件裝 是有機會 洗走 所以你Roll4個孔 的時候 你就要慢慢按 不要洗掉 那4連 但如果是6年的話 是洗不到的 6年它就會有一個Message 彈出來告訴你 你已經是去到最盡的年了 不可以再洗 不可以再洗 所以6年你就可以放心 隨便按 下一個 就是 就是 Orb Chromatic Orb 就是 改變你 有的Socket 顏色 這樣改變它的時候 每一次都是 隨機 去轉 那 裝 就有分 Main Color 和 Off Color 在上面 我會 教你如何 Roll Off Color 很容易 然後 我就在這裡 先說這五個 下一個就是 Scaran Scaran 它的用途就是 將一件 藍裝 或者 黃裝 變成白裝 按一下 按一下 它就變成白裝 這個 我們剛才是 給它一個Quality 按一下 它的Quality 依然保存在 Scaran 是不可以 整走 Quality 同樣 有一件裝 是有Implicit Scaran 是不會 整走 接著 到了Full Off Full Off 就是 將一件裝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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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的 不同的東西 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用來的 武器 或者 防具 或者 珠寶 甚至 複色 它都有機會 再給你 新的Implicit 如果 我用這支 Warn 位 如果我用Full Off 它會加一個 它原本的Implicit 就會消失 但是 有些東西 像這個 它有一行 的 就是淺藍色 在Implicit 那一行 即使用Full Off 也好 是不會 取得到 使用 在Map 有機會 提升Map Tier 有機會 把Map 變成Unidentified 也有機會 不會 變成 又或者 重新 Roll 有8個 Fx 即是4個 Subfx 用到Gem 有機會 加或者減 LV 加或者減 Quality 不變 如果 Gem 有Full版 可以變成Full 然後 到這4個 我沒有的Orbs 這4個 都是 Exalt 但它們是不同的Exalt 來的 它們 是 打Conqueror才會掉的Exalt 我會在這裏 展示給大家看 就是這4個 每一顆 都會 像Exalt 在金裝上 加上行 而 那行 是怎樣判斷的呢 在這個網址 在Poedb 你會進去選擇 你要的裝 例如手套 然後 滑下去 如果那一顆是Crusader的Exalt 這樣 你滑下去 它 如果是Prefix 空了一個Prefix 就有機會是這一堆 如果是Supfix 就有機會是這一堆 Crusader Redeemer Hunter 和Whorlock 那就是那4顆Exalt 可以滑下去的 東西 這個網址也會 在這個描述 介紹給你 Crusader 繼續過去 就是 Harbinger Orb Harbinger Orb 就是 提升你的Map Tier C加2 就一定會升到3 但是它有一個機率 白色Map 就會變成 Beach Hat 這三個都是Beach Hat 變成白色的Beach Hat 如果是黃色Map 就會變成黃色的Beach Hat 紅Map 就會變成黃色的Beach Hat 這三個就是可以用Currency去滑出來 這個就是Harbinger 它的Unique Map 下一個就是Orbot of Horizons Orbot of Horizons 它就是把一個Map 滑去同一個Tier的Map 拿這一張為例 Tier 6 你看到Tier 6 Base Map 不是其他那些 Atlas 用Watch Don't Base Map 只有兩個 如果我用Horizon 現在是Excavation Map 它用Horizon 它只能夠變成另一個Base Map 即是Port 我現在用一次 你就會看到它變成Port 而它那個Rarity 是不會變的 現在是Port 我再用它 就變成Excavation 只有兩個轉來轉去 某些Tier是特別少Map 你就可以用這個Rarity 來使用 基本上 接著 就到了Ancient Orb Ancient Orb 它的用途 就是 將一件Unique Item Reroad 可以變成同一個Class 如果是腰帶就要變成腰帶 如果是手套 如果是手套 就要變成手套 但是跟機底是沒有關係的 我用這條腰帶做示範 如果是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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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它會變成Heavy Belt 你會看到它會變成Heavy Belt 這裡有一件黃裝 我現在先洗掉它 就變成白金 然後我用一顆 它就直接變成4年的黃裝 Orb of Binding 還有另一個用途 它雖然是 因為它寫著 Upt to 4 Linked Socket 即使沒有Socket 的東西 例如Map 我依然可以用 在某些情況下 你可以當它是 Alchemy Orb Orb of Alchemy 接著就到 Engineer's Orb Engineer's Orb 它就是 在地圖上 有些 Strongbox 幫它打Quality 每一個Quality 就會增加 每一個 Strongbox 會跌的Item Quantity 1% 它依然是 在地圖上 白色 金色 藍色 限制 在地圖上 即使用上 白色的 Strongbox 就是5% Magic 就是2% 黃色 或者遠一點 1% 然後就到這三個了 這三個都是 Sextan 不同Tier 的Sextan Sextan 可以用的 就是 開你的Atlas 在你的Washstone 那裡 先把你的Language 開你的Atlas 開你的Atlas Washstone 你可以 右按它 然後 右按下去 你的Washstone 你就會看到 這裡多了一個 這些 代表整個區 都會加了 這個 在這區裡面的 Map 有三次用途 所有Map的Boss 都會打多20% Quality 每一個Sextan 都有自己一個Pool 的Modifier 每一個Sextan 你拿它出來 你就會看到 一個小小的Icon 在這一個Washstone 已經有Sextan Sextan 如果再用下去 已經有Sextan 的Washstone 上面 就重新Roll過去 就會 remove 之前的那個 那你就可以有 4個 Sextan Sextan 還有另一個功用 就是當你有三個 同一款Sextan 下面 Simple 和Prime 賣給NPC的話 它就會變成下一個 Prime 它就會變成下一個Tier 然後三個 Prime 賣給NPC 就會變成Waking 這個就是Sextan Obs of Regrets Obs of Regrets 就是平時拿來 Refund Point 我現在有0個 Refund Point 如果我要用一個 的話 你就會看到 Receive the Passive Respect Point 我這裡上面 就多了一點Refund Point 那我就可以Refund 對了 然後呢 就剩下Parentus Coin 和Silver Coin 兩個都是Coin 它們的用途 都是給它們特定的NPC 那 在地圖 在打地圖的時候 如果你開啟Parentus 或者某一些特別的 Map 或者在Betrayal裡面 久不久 你會看到 有一個NPC 就是Cardillo Cardillo Parentus 你跟他說話的時候 他就會開一個 對話檔給你看 就是這樣 他就告訴你 他要收你多少個Parentus Coin 然後他就買一件東西給你 你按Exit 或者你直接拿出來 這樣他就可以跟他交易 但是有一點 就是 這些Coin 不可能是在你的Stash Tab裡面 你必須要更新才可以跟他換 有些Item是過晚的Parentus Coin 你看到他放一千 就要十幾格都是 那些Coin 你才可以跟他換到 那這個就是Parentus Coin 最後了 Silver Coin 就是要跟這個NPC Nefali 跟他說話 你可以按Ctrl 按他 就會直接開這個Prophecy 這個預言的介面 或者你按Seek 或者Fuel也可以 在這個介面裡面 你按Seek 就會每一次消耗1個SILVER Coin 有些可能比較值錢 或者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你就可以消耗3個SILVER Coin 按燃 然後按Yes 它就會變成一個Item 給你了 這個Prophecy Item 是可以交易的 這樣 或者你右按一下 它就會開出來 那這個就是SILVER Coin 這就是 Black Smith White Stone 和Armor Scrap 它們當它加Quality 下去 這件裝備的時候 每1% 就會影響 它這個機率 可以多些洞 或者多些連的機率 每1% 就有1% 就會比1%更容易 那進去Crafting Bench 裡面 如果我們拿一件裝備 有6個洞 例如3位 你會看到 6個洞 是 基本上需要350 JS 當你打到它 20%Quality 的時候 350乘以0.8 就代表 它由350 JS 變成280 JS 就大幅提高 你可以 打到6個洞 的機率 而去到6年 就更加誇張 是需要1500 Fusing 1500 Fusing 是平均 0Quality 如果是 20Quality 就會由1500 平均值 下降到1200 所以 為什麼 打這個Socket 和Link 之前 最起碼 將它們變成20% 這是最基本的 剩下的 剩下的就是 Wakenness Orb 我現在 給大家看看 它的功用 就是把 兩件裝備 合成為一件 兩件有影響的裝備 合成為一件 變成一個有 Hybrid influence 像這隻鞋一樣的裝備 那你就會看到 Elder 和Hunter 它的作用 就是 當你有一件裝備 有影響的時候 它可能有一項 或者多項 是它的影響 這隻戒指為例 就是Elder Ridge 最頂的項 就是一個 prefix 而這隻 就是Hunter 最頂的項 也是 prefix 如果我用 Awakenness Orb 右邊的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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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右邊的戒指 你可以選擇 隨機抽一項 如果你只有一項 就一定是最頂的 但如果你多過一項 它就會隨機抽一項 這個影響的 Ephics 過去新的裝備 然後 再選擇 這個裝備 它也會 隨機抽一項 這個影響的 然後 再選擇 新的裝備 基於第二件裝備 底 即是 如果我用 Awakenness Orb 再選擇 這個 然後再選擇 這隻戒指 我新的裝備 一定有兩項 prefix 第一項 就是 2-3mana gain for each enemy hit by your attacks 第二項 就是 you and your minions tick 55-46 reduce reflected physical damage 這個 tolpass戒指 而其餘的能力 即全部都是 隨機抽出來的 一件王裝 這個就是 Awakenness Orb 的用途 講到這裡 就解釋了 所有 core currency 的用途 來 製作 來 從 全部 畅 爭 групп 中 小 雷 燈